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伦总接手雄无敌女儿村 一人同时玩两个顶级服战号 于导老板总数变成十个 于导服战队雄无敌的女儿号 突然间改名字 变成了打小不闹 与伦总法系号的名字非常相似 那么为什么会突然改名呢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伦总已经接手了雄无敌的女儿村号 一直以来 伦总都非常热爱梦幻PK 经常自己打类台单挑 或者在服战当中开号 在他接手女儿村之后 于导服战队的老板总数 也从原来的十一个变成了十个 从今以后 伦总一个人将同时玩两个顶级的服战号 他在于导的法系号 手握391专用神链和高属性精清血 头盔 武器 腰带和衣服 更是全部拥有法爆伤害或者法爆几率 这个似法爆的神木灵 在PK当中的输出数据非常亮 在于导服战队当中 伦总和逆哥的宝宝是最强的 他手中的13技能法地厅 同时拥有7的伦子 并且每一个技能都是有用的 伦总从雄无敌手中接手的女儿号 装备同样是非常有特色 160级奈米双加的罗汉鞭子 附加了神佑特效 160级愤怒笑里腰带的属性非常不错 水清鞋子也附带了封印命中率1.77% 据了解 伦总在接手团队女儿村之后 会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更新 完善这个号的零食和宝宝等 简单来说 于导女儿村在伦总接手之后 会变得比原来更强 2024开年第一次服战 于导就成功夺冠 以呆瓜为首的指挥团队 在新的一年里还提高了工资 兄弟们 你们觉得于导在今年能夺得几个冠军吗 除夕夜 颠炮生生辞就岁 愿兄弟们在龙年里 事业如日中天 裁员广进 家庭和睦美满 幸福安康 祝兄弟们除夕快乐 新年吉祥